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英雄出場 今天是觀眾來信時間喔 適不遺時馬上來定期 不該記不 原本以為今天會很順欸 適不遺時馬上來 今天是第一封信件 好 這一封是來自台南市家裡區的觀眾 這是幾雷韓西坡喔 其實大家不用記現實喔 因為到我手上呢 都是同一時間 第二英雄先生很冒昧的寫信給你 有一件事想要請你幫忙 我的侄子呢 家維喔 是你的粉絲 10月7號呢 是他的十歲生日 想很久的絕對你的祝福呢 是他的最好的禮物 如果空餘時間呢 是否可以拍一個小影片 祝他生日快樂呢 沒問題的好不好 家維小朋友 祝你生日快樂 雖然說10月7號呢 已經過去了兩個禮拜了 下回來自桃園市中立區的觀眾 英雄你好 我是來自桃園中立的觀眾 最喜歡看觀眾來信時間 因此決定也提一筆寫信給你 再過幾天呢 我就要離家去上大學了 其實是這樣子喔 我這個人呢 因為是上夜校嘛 然後我又挑那個離家也最近 叫我打工啊 去上學都會比較近 所以我其實很嚮往 就是去別的縣市 然後讀日校 體驗那種大學生活 所以其實我看到這邊呢 我是羨慕的 所以我也覺得你心情不用那麼沉重 就是去把握這個大學美好時光 常常高中念完書呢 看英雄的影片呢 就像親自去旅遊一樣 放鬆完就可以繼續讀書啦 謝謝英雄的影片喔 我很喜歡英雄影片的風格 沒有署名喔 感謝你 好 下一封非常重量喔 接下來是台北市萬華區的觀眾 哇 日本電車大集合耶 好厚一本喔 這個厲害了全彩的耶 而且一翻開不唬爛 這是我非常想去的 上野動物園單軌電車 我之前玩恩貴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去這個地方喔 他這個單軌電車呢 是掉在軌道的下面的 我非常想要看這個視角 聽說有些人去高正的會很害怕 哇 不得了啦 看一下 喔 英雄你好 恭喜英雄達成100萬訂閱數啦 想提筆寫信給你呢 已經有一段時間喔 我是那20%女性觀眾之一喔 是一個女性鐵道迷喔 目前有一個2歲兒子 我發現有一個特點喔 就是我的觀眾20%是女生嘛對不對 然後呢20%的女生呢大概有80%都已經結婚生小孩了 第一次發現英雄的頻道呢 是從恩貴瑞鋒號開始 建設呢就是2020年的恩貴系列 這個呢可以說是你的代表作 其實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啦 有些人呢說我的代表作是樂高系列 有些人呢說看我的影片是從探險系列開始的 恩貴系列不可否認 是我的立作 開啟跟這個火車迷之間的橋樑了 好我一星期呢就追到了19集喔 我以前並不知道恩貴 且英雄讓我從零開始認識鐵道模型 尤其呢喜歡跑車影片的運鏡喔 那真是一個迷你精細又療癒的世界 且當時呢就在疫情三集期間 因為投入在恩貴影片裡呢 讓生活不會那麼緊繃 也彌補了不能出國玩鐵道的遺憾 恩貴大場景主起來需要花費腦力還有大量的時間喔 英雄能有毅力一步一步的完成啊 真是讓人佩服 其實我也非常感謝我探險團阿丸啦 他也幫我規劃了整個鐵道的概念 接著也不用多說了齁 就是努力的幹 把模型全部組起來 擺起來 怎麼樣漂亮 鏡位哪裡漂亮 觀眾們也無私提供素材 更有合力完成無價的作品的感動 沒錯 觀眾送什麼巴士啊 送火車 送軌道 就是有點集合大家的心力想要看這個城鎮完成 那因為這個城鎮目前正在送去北部施工當中 我那時候說過嘛 要開一個鐵道模型的店 所以暫時恩貴是不會有新的集數了 大家就等一下那個完成品 好 成績呢在日拍網站看過恩貴的 關西機場特輯 Haruka 是Hello Kitty的塗裝版 很可愛 讓人心動 但是一想到我有一個暴力狂的兒子齁 就說了 有小孩的話呢 恩貴模型 是有點危險啦 兩歲嘛對不對 就是把火車拿起來相撞的年紀齁 好 然後呢 他想到說 可以買一堆小孩的書啊還有玩具齁 最後呢就選擇了普拉雷魯 普拉雷魯就是那種比較放大版的齁 做過沒那麼精緻的小火車啦 跟小孩玩 那因為限時的各種因素呢 無法入手恩貴齁 有你可以代替我們實現開箱組裝把玩的心願 這樣的YouTube的工作很有意義 當然呢也喜歡看讀信時間的影片啦 觀眾真心書信齁 那文筆之好也讓我感動臨臨啦 有的是小朋友 有的是學生或是上班族 大家都在平凡生活中呢 因為英雄的影片感受到趣味與快樂齁 我雖然現在是帶小孩 但是也是有自己的愛好還有熱衷的事物 每每看到鐵道啦恩貴啦火車玩具齁 眼睛卻一亮心中住著一個男孩的魂 有時靈感一來呢 也捨不得睡好就跟英雄一樣 作為一個媽媽呢 有自己的興趣嗜好也是很重要的 對 有感受到喔 其實有些人在投入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真的會忘記時間喔 好 想不出來要送英雄什麼賀禮 就送我最愛的一本鐵道書吧 多年前呢 在東京自助旅行呢 開始對日本大大小小的鐵道公司 如數嘉珍喔 喜歡研究各大都市的入網圖 英雄認為自己是哪一種鐵道迷呢 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本書 玩玩媽咪 9月10號 禮 其實我這個人啦 我小時候看那個叫什麼 北極特快車喔 它就是鐵軌突然鋪好 火車就突然開到你家門口 所以在我心中的概念就是 有鐵軌的地方 火車就會經過 所以每每我到一個地方 看到地上的鐵軌 就會想起 哇 火車會從這裡經過 也太扯了吧 所以對我而言呢 鐵道書有帶一點神秘色彩 不管是神秘少女對不對 那種火車 就是你看 估計一片的土地上有鐵軌 火車就會從那裡經過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啦 那如果說是火車的型號 什麼的 我可能就是比較傾向於自己喜歡的車型 會特別研究齁 不是說每一量都特別了解這樣子 好 感動啊 感人 感謝你 好 因為時間有限了 馬上來包裹環節 這位是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的一個 等一下 我講出來沒問題嗎 看來是一個綜合包裹齁 口罩 這是什麼 天竺鼠車車 這應該是卡片吧 好 馬上來看一下齁 第一格應該是他的小孩啦齁 英雄哥哥你好 謝謝哥哥拍影片 然後呢他是一個小醫生齁 仁傑敬上 好 第二個就是家長姓齁 英雄你好 因為兒子喜歡積木呢 開始訂閱你的英雄日常 從積木開始齁 到帶著觀眾探險去啊 過地圖上的奇報座標 戰鬥陀螺 點點點點點齁 很有一探究竟的好奇感齁 很好看 謝謝辛苦想企畫拍YouTube 讓我們也一起同樂 也期待未來能去恩歸造景一起玩火車 沒問題了好不好 我也很期待齁 兒子呢想要送他自創的飛機給英雄哥哥 我想要送口罩給你 出外要戴好房子 並送阿寶馬鈴薯車車齁 好 謝謝你 原來這是他做的小飛機啦 喔 接下來也照欸 飛機 這個是飛機 我一開始以為這是十字架 好 下一位來自台中市南屯區的觀眾 看起來很慎重包裝齁 唉唷 哇好感人喔 天啊 後面還有HERO 英雄你好 恭喜你到達一百萬訂閱的里程碑 也恭喜你實現從小的夢想買了G卡 我和男友呢 是你的忠實粉絲 每部影片都會看 不管是探險阿 日常系列 地圖上的奇妙座標 樂高都很喜歡 送你這個我手工製作的鑰匙 希望可以保管你的G卡鑰匙 那素懶太太皮革工坊 是我們的手工皮件品牌 IG搜尋就搜尋得到了 謝謝英雄拍這麼多有趣的影片 我們會繼續準時收看支持你 素懶太太進上 馬上來裝看看齁 先把這個釦子拿下來 放上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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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唷耶 哇這顏色剛好是我最喜歡的阿 好 感謝 好時間有限了 最後一個包裹是來自 台南市永康區的觀眾 土英雄這是送給你百萬訂閱的禮物喔 雖然有點晚阿 裡面是專屬英雄頻道的火氣印章 真的假的 然後呢聽我哥說呢 你是他五王國小的同班同學齁 來個半路認清 誰啊 是誰 希望有機會和你一起探險 這麼ㄍㄧㄥ啊 我的專屬印章喔 看一下 看一下 欸真的欸 真的欸 雖然大家可能現在暫時看不出來喔 我把它印出來大家就會知道了 好 差不多了 看一下效果怎麼樣喔 看來是配色配錯了 好 目前看起來呢 字是不太明顯喔 所以它裡面有附這個筆 這個呢就是讓你上輪廓用的喔 完成 登登 好 這是我單曲的那個封面啊 好了 謝謝你 好 影片的最後呢 要來開封特別的信 雖然它是電子郵件 不過呢 它確確實實呢 是讓我受驚了一下 可能有些人已經知道了 好不好 我到現在呢 睡覺 我在夢到 我正在投球 我稍微念一下這封信給大家聽一下 中信兄弟棒球隊 開球活動邀約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有一次詐騙 因為現在詐騙信件很多嘛 我們要自己去分辨對不對 所以我一度呢 是把它無視的喔 後來點開了這封信 你好 我是中信兄弟棒球隊的XX 10月23號 禮拜六呢 到24號呢 是中信兄弟的 探險兄弟 Jumanji主題日 其實我看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確定說應該是真的了 因為我的頻道很常做探險的嘛 他們有一個探險的主題日 所以會找我 是合情合理的喔 於是我就繼續往下看 我說我不知道是否有榮幸呢 邀請英雄到場擔任中信兄弟的開球嘉賓喔 哇 從我收到這封信呢 我真的不唬爛各位 我真的大概有三天沒睡好 哈哈哈哈 我何德何能啊 我現在雖然說有100多萬訂閱者 我都不敢說自己是什麼有名氣的人喔 所以這陣子也是努力的練頭球啦 然後我也有想一些梗 配合這個主題呢 大家到時候如果有機會到球場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目前我看那個票市賣的差不多了啦 但是呢就是還有一些空餘 好不好 如果是我的觀眾想要看我的 希望把那些空餘給我補滿 就是一種既興奮又害怕的感覺啦 所以這陣子的練球啊 我都把它放在我的IG的現實動態 台銘追了去追一下好不好 我很多生活的瑣事其實都放在IG啦 FB比較少用 所以今天來信時間呢就到這邊啦 不胡亂我等下又要去練球了 好了各位如果什麼 想要寄過我的信 或者說想要對我說的話呢 多幫你記到台南郵局8193信啊 我就收到了 那最後我老字叫跟朋友 see you 記得要來週期棒球場看我啊 禮拜六 不見不散各位